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1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宗網上騙案 我們也會抽少少時間跟大家說說為甚麼騙案會發生 以及 現在 可能很多人面對著的問題 這節要說的是大學生被威嚇需要繳交巨款 那麼 他就是報了課程 報了甚麼課程呢 原來就報了這個叫做溝女課程 理論上 這個事項 沒有發牌制度 所以溝女課程就不會有專業導師 教大家 教大家如何溝女 不過我們這裡 會跟大家 也會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網紅KOL 有一個KOL 原來叫做鬼王就是被拘捕 發生甚麼事呢 到底這個世界上有沒有溝女課程呢 怎樣能夠溝女呢 我們這一節也嘗試跟大家說說 不過大家放心 我們就不會開Patreon 教大家溝女 更加不可能就像這個所謂KOL 為甚麼我 厭惡這個叫做KOL的字眼呢 就是因為KOL 太多這樣的人 太多 就是網紅 不是說時事KOL 時事KOL 都已經 相當良有不齊了 更何況 那些所謂網紅 那些網紅 就是 紅了就甚麼謊話都說得出 未紅之前 可能已經 透過很多 不良的宣傳手法 就成名了 他們也不會跟你說任何的政治立場 到底他們受到甚麼制衡呢 簡單來說 他們就是不受制約 所以 我一直都說KOL 你說網紅叫KOL是有問題的 因為KOL全是Key Opinion Leader 說的是意見領袖 後來就被引申 全部 網紅都叫做KOL 這件事絕對是錯誤 他們對時事 他們對政治 他們對我們的社會 並沒有任何Key Opinion 我們這節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繼續用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付費的方式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講開Patreon 這宗案件又跟Patreon有關 但是又問大家一個問題 是不是一用Patreon就是騙徒呢 當然不是啦 是不是 因為這宗案件裏面用Patreon 非常之離譜 開溝女課程 收幾萬元 學費 最少 有些甚至乎是七萬多元 所以 如果我要騙你 都騙不到甚麼 因為我們的Patreon 便宜到沒有人有 幾磅而已 正在說最便宜 真的騙到何年何月 所以你與其說這個 這個 就沒有可能就是一個學費 我們只不過 嚴格來說是一個象徵式收費 不是想說我 不過剛巧說起Patreon 因為 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很多人 介乎這些案件 之間 他們開Patreon 利用了這件事 收取 不合理的費用 收取不合理的費用 再加上 失實陳述 誤導市民 對於 他們做甚麼有所誤導 這是不良經營手法 甚至乎 是有欺騙的成罰 所以我一直都說 為甚麼我們那麼不喜歡收錢 就是因為我們最喜歡踢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真的不喜歡收聽用錢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我們很認真說的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經營者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合理的經營方式去經營 亦都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基於那個合理的價格 基於我們合理的經營手法 說說這宗案件發生甚麼事 海關就是破獲的案件 因為有人報海關 懷疑跟不良營銷手法相關 還有 威嚇性的經營 海關抓了一個32歲的男子 就說他 這個男子在網上 Patreon就是所謂的開班 教 男士 溝女秘訣 他 網上的代號叫做鬼王 海關就說接獲舉報 早前 就說一個男子 開設 就是平台 發放短片 短片 就是宣傳 教授就是人家 約會的技巧 有受害人 就是入會 繳交了 這個就是不合理的費用 入會收3萬元 然後 再要求額外購買10萬元形象改造課程 然後 如果不是 拒絕就傳授溝女技巧 受害人 原本打算拒絕 但是對方 就開始 出茅招了 利用 威逼的手段 把 受害人的影片 恐嚇他會在網上發佈 受害人被迫購買 因為他擔心 他的身份被人公開 被人起底 於是到最後 就是報海關 海關查了這個案件之後 就把涉案 的男子 網上代號叫鬼王的人 拘捕 這個案件裡面就牽涉就是不良經營手法 教人 就是所謂 訓練 教他們 就是開班 教他們溝女 開班教他們溝女 但實際上 根本就是 沒有這樣的內容 而且 銷售手法 是不良經營手法 中招的人 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 沒有說他多大了 只是說他 急於要結識異性 於是 在網上發現相關平台 到最後 報名參加 然後 報名水雨來了 他就叫你 叫那個受害人認他做師傅 於是 就開始教授他溝女 的絕招 然後這個騙局就開始了 所以再次跟大家分析騙局的元素 當然這個 你說騙局 似乎是不良經營手法 多於純粹的騙局 我們一般說的那些大型騙局 就是無中生有 然後 就是捲款 逃亡 那些真真正正是騙局 總之就是叫做哈里姆仇報 這個他還沒有去到這個地步 會不會有這一步呢 其實也有可能 可能你交完10萬元 形象改造服務課程之後 就沒了拍的了 甚至乎在網上消聲匿跡 這件事有可能會發生 騙案 離不開 就是受害者對於某一種 事物的需求 使得 賊人有機可乘 香港 有很多人所謂 溝不到女 但是問大家一個問題 男女的數目 幾乎是均等 也是跟大家 很冷靜很客觀去分析一個問題 有很多香港的男生覺得自己溝不到女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世界 香港 男女的數目 並沒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正確來說 不是男生很難追求女生 實際上有很多女生覺得很難結識男生 他們中間出現的問題 就是這個市場的錯配 真真正正 實際上有很多女生想認識男生 男生有很多人想認識女生 第一件事 要注意到底怎樣所謂就是可以溝女 第一件事必須要做的 就是一定要 對自己建立自信心 如果你對自己 很沒有信心 坦白說 任何人呢 我們是有個頭影的 他不是看你的外表 他不是看你有甚麼職業 首先 你去看一個人 你會 看一看他會不會很缺乏自信心 包括男生和女生都是一樣 所有人 告訴大家 都是對強者 產生吸引力 句子應該重組 對 強人這種形象 很容易被吸引 最簡單的例子當然就是普京啦 普京真的挺帥的 再加上強人的身份 強者 永遠是每一個人的追求 所以 本身 有自信的人 就是會得到別人認同 得到別人喜歡的 所以 不要說甚麼形象 不要說你有甚麼職業 你建立自己的信心 就是你的魅力所在 除非你的樣子 真是不修蝙蝠 指甲不剪 頭髮也不剪 頭髮也不梳 除非是這樣的 正常來說 只要你有自信心 你的 吸引力就會出現 當然自信心不是憑空鍛鍊出來 自信心必須要 建基於合理的基礎 所以我們經常告訴大家 要 勇於嘗試 要 隨時掌握機會 要預備好學習 學習 是每一個人都需要 學習不是叫你報三萬元入會 去上課程 學習的意思不是要上課 學習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態 你是不是隨時都打算 去學習新的事物 當你學習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有新的體會 然後你慢慢會掌握新的事物 而你認識一些別人不認識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對那樣東西產生自信 所以你學習得越多 認識越多的東西 你就越發現 你有很多不同的領域 比其他人更加有自信 另一點 為甚麼男生會覺得 認識不到女生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根本 不懂得跟女生相處 不懂得跟女生相處的原因 就是可能他從小到大 都不夠 女性的朋友 如果你當 認識女生 跟你跟一個男生做朋友是一樣的 其實你要跟他們溝通 應該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 有很多男生 為甚麼會覺得好像追求女生很容易呢 就是因為他本身 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所以他非常了解那些女生在想甚麼 女生跟男生是一樣的 如果有很多男生的朋友 他就會知道 男生的思考方式 跟女生很不相似 這個事項本身 就是一個你需要學習的過程 所以 想認識 女生 的年輕人 其實你應該要做的 絕對不是 拿三萬元 去找人教授你溝女秘笈 應該 是你去學習 怎樣跟女生正常溝通 先不要說溝女 先跟女生 建立一個正常的溝通 就是最需要做的事 這一節就是作為一個小小的 攻略 跟大家分享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